佛教的目的是什么 恶要的说 固然佛教有很高深的哲理 含藏着世间的学问 佛教也抱持着大慈大悲 含涉种种慈善事业 但这些都只是佛教的一部分 并非佛教的目的 因此再怎么弹玄说妙 再怎么做多少善事 若没说到究竟离苦得乐 解脱轮回及其方法 就不是真正完整的佛教 不过以我们凡夫来说 虽有佛性 但佛性被烦恼业障盖住 我们再怎么苦修苦行 都无法显发 就一般通图法门来说 都是谈实相 谈佛性 现身靠自己力量来完成佛道 但净土法门不是这样 我们都是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